大家好我是九九 今天大家知道我做什么菜吗 口水鸡 今天就做一个口水鸡吃 首先我们把这个 塞着大鸡 这个是大大的腿 不是像做鸡腿的那么小小的 洗一下 好大的 这一个腿差不多快去半边了 洗一次 好了干净了 锅中加水 冷水下锅 丢在里面 我挑了几个 帅杆 再一头姜 别人那个帅改很大的 因为我们家的帅改现在不大 给它切成长结 这个我们就切成姜片 把这个帅结 下进去 还有这个姜片 再倒入料酒 然后我们把锅盖盖上 然后我们把锅盖盖上 组织有二十多分钟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可以了 把这上面的雪木 我们给它 别去 浮沫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火 给它 把它配掉 现在不用火了 然后我们盖锅 给它再焖一下 现在已经没火了 准备帅力 看帅力少了 这个买来的 这个帅了已经 爪牙了 但是也给它利用起来 这个多了一点帅子 给它都准备 准备几根葱 葱太多了 不要这么多 把这个蒜 全部打成蒜末 这个蒜末要多一点 多一点好吃 我们把碗中 再加入一点芝麻 反正芝麻有多 我们就多加一点 这个焖了有十多分钟了 我们把它盛出来 用冰水给它 冰起来 越凉越好 我们把锅中 热一点油 好了 油脑以后呢 我们端去 放在料里面 温度太高了 好香 炸得香了 我们加入生抽 再来一点的花椒油 来一点的白糖 辣椒油 再来一点的盐 来一点的辣椒油 这是自己做的啊 辣椒油 来给它搅搅拌 这个小葱的话呢 把它切细一点 切成葱花 切成葱花 把放凉好的鸡腿来 拿出来 切一下 把它斩断 切成葱花 再来切好 豆子也偶然想吃了 这个刀不是砍刀 压骨头的时候 小心一点 装好盘 装好盘后呢 我们把搅好的料汁 扔在上面啊 这样马上就可以吃了 对于我来说呢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葱 做什么菜呢 我喜欢撒上一点葱花 好了 做完了啊 今晚呢 还是全家一起开饭 朋友们 有没有吃饭呢 这个口水鸡啊 看着就要流口水了 谁给它取的名字 取得这么好 好好吃 吃的时候摘一点料汁 吃的时候摘一点料汁 来把你搅上来 哎 你让他自己搅 你把你搅太不 没摘料汁 他不喜欢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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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超美 多吃点啊 多吃点啊 一些汤汁好吃啊 嗯 这也够个几度了 凯德艺 爹的汤 我也给了人给了汤猪猪 很麻糊 现在摔着给他干了 好 哦 这三个大腿的话也相当一只鸡了吧 这三个大腿的话,我们会参加了一只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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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精的鸡的鸡的鸡, 鸡的鸡的鸡是鸡的鸡,鸡,鸡的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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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他吃都吃不过来了 你还叫他 他还叫他 再来一段 还有两分 你们两个分了 学不吃完 这道菜的名字呢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口水机 也不知道谁这么聪明 确实取到位了 让人一见就流口水